嗨 大家好 我是東京走的喬爾維恩 那我們今天很開心請到特別來賓 要幫我們介紹留學生推薦的東京私房景點 耶 大家好 我是蔣日文的台灣女生 Tiffany 我們今天是一個留學生代表 要來分享我之前在東京留學一年的時候所珍藏的私房景點 就是先跟大家前情敵要 我那時候住在東京是住在有一條J2黃黃的 叫總五線的右邊 在秋葉原的東邊 然後我的學校是在秋葉原的西邊 一個叫做飯田橋的地方 我從法政大學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在中午線這樣跑來跑去 所以我今天要推薦蠻多這個線上的景點 第一個景點我想要講 你知道有一個叫做水稻橋旁邊也叫後樂園的遊樂園嗎 我知道 水稻橋這邊最知名的就是後樂園跟東京洞 你有去過嗎 那邊超怪的 就是 怎樣怪 就是那邊不是你像什麼 迪士尼樂園那種六福村那種 就是感覺你是進入樂園的時候買門票 然後裡面就是做到飽那種 它不是它是一個一個設施收費 分開分開收錢的是不是 對 而且我記得好像只有兩三個設施 就是有摩天輪跟雲霄飛車 好像就是這兩個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或是是沒有 就兩或三 然後那時候是有一次下課的時候 我就忽然跟我朋友就說 欸 那邊有摩天輪欸 就是我們坐在中午線上 然後經過的時候就看到有摩天輪 然後就說欸 那我們去坐一下 然後我們就只付了那個摩天輪的錢 然後就去坐摩天輪 然後剛好那時候是夕陽 然後就超美 就發現你在上面就是繞那一圈的時候 如果是夕陽的話 如果是夕陽的話 那個景色很漂亮 然後我有拍照 請為了幫我戴在這裡 你剛剛講到總午線 因為其實Bob他本身是住在高原子 喔真的喔 對對對 所以他中央線的話 我們也還蠻常搭的 然後我覺得後樂園這一站真的是蠻內啊 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一般像我們平常 有在看我們頻道的人就知道 我們大概就是會先推薦 優先推薦一些像淺草啊上野 這種比較觀光的景點 而且你想想看一般的觀光客 其實他五天四夜可能很難排到 就是像後樂園那種也許都不一定有聽過的站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推薦這個地方還蠻內好 下一個我覺得也是約會點 就是這個是我男友跟我講的 南瓜跟我講的是 東京車站那個八重 八重走口 八重走口的那一面 不是很漂亮的車站嗎 然後在那邊的正對面 東大樓叫做吉田 對 就是以前的郵局大樓 樓上的平台是可以免費看到很漂亮的 很嚴重的一個平台 對啊 這邊真的算是 你可以表現得很開心 你知道我應該要很訝異說 哇天啊 這麼內行的地方 我住了兩年東京走的橋 竟然都不知道 這個反而也太假了吧 我有在追求耶 好 對對對就是 好我覺得蠻厲害的 這樣可不可以看 有嗎有嗎 以我東京旅遊的算達人來講 我覺得那邊很讚 是因為 因為我自己是很喜歡東京車站的Light Out 就是他把東京車站 本來你白天看就很漂亮 他就是晚上的那個燈 他打的角度都是有設計過的 就會讓那個車站長得就很立體 對 然後所以你在那個吉田的樓上看的時候 就會一朗不疑 而且那個點重點是 因為他是那個大樓的平台 所以你不是說你一定要去某一家店 消費才可以去 他就是一個免費的地方 所以你就是可以在那邊散散步啊 然後就是到那個平台去看 我那時候那天跟我男朋友去的時候 那邊沒什麼人 所以我就覺得他可能 可能不是一個很擁擠的情侶地點 所以就蠻適合的 對 講到吉田的話 其實在那邊跟Bob有一個回憶 為什麼你的回憶真的只有Bob 就很心酸 沒有辦法 就很可憐 兩個北斬 在東京 產生了很多回憶 這個平台 你們要在這邊有什麼回憶 去約會嗎 沒有 那時候我剛到東京嘛 然後 還沒有開始做這個頻道 就是剛去那邊上班 然後他就很熱心的 帶我到處 到處 下班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同事嘛 那當時我還不知道 其實他內心其實是想要 引誘我開始做東京旅遊相關的內容 你才剛去看就已經有這個想法了 對 他好像那時候我們已經有聊過 然後他大概知道 我可能對影片有興趣 然後有一點行銷的背景 他可能覺得 你是一個套店 對 就是這個方面好像蠻適合的 對然後他就 下班就帶我去 是 亂講好怪 就帶我去那邊一套行程 就是先去吃 跟士華玩 回轉壽司嘛 對對對 然後吃完之後 我印象中 應該是有去 心丸之內大樓 那邊我們有另外一個 推薦的點 是在 就在那個吉田的對面 有一棟心丸之內大樓 7樓 還有一個TELAS 它一樣是免費的 對 就是你也不用消費 就可以去看夜景 然後我們應該是去 印象中 看完那個夜景 之後 然後又搭車到西流 然後那時候 因為是冬天的關係 然後去看illumination 西流的illumination 我也跟男生去看過 對 我跟你講這超浪漫的 對 那真的不是兩個男生 應該去的地方 就很像美女與野獸的音樂出現 對 還會有玫瑰花 然後就是很浪漫這樣 那你有說對嗎 差一點 我覺得這套可以記起來 這套很重 而且西流的illumination 真的超美 對啊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這一套行程 是我覺得自己去玩的話 是情侶 或是朋友 也可以走一遍那個行程 對 好我要介紹第三個點 第三個點 這個點是我在打工的時候發現 我那時候在澀谷的一家湯咖哩店打工 等一下跟他講我就超好吃 然後在澀谷就發現了一個櫻花波島 我剛剛是不是台灣鬼 我再講一次 櫻花波島 超美 而且它是 就是那時候 我要細講這個故事 它是我在澀谷打工的那家店 它是有兩家分店 然後都在澀谷有一點近的地方 所以我就是在這一家分店 有時候會被派出去就是跑不退 要去另外一家店 然後我直接走去那家店的時候 就是會走一走 然後就覺得澀谷怎麼這麼多瑕坡 的時候忽然在某一個春天 我在走這個每天都在走的波島的時候 我抬頭一看 它就是那個下坡 就是一覽無遺的櫻花這樣 刷 也太美了吧 很屌耶 這個地方 而且它是 因為它是下坡 上下坡可能是看你走的方向 對… 但是你從上面往下看的時候 它的櫻花就不會是 因為你如果是平面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看到的視線範圍就有點局限 但是你往下的時候 它就會是一個蔓延下去的櫻花 然後會有那種透視感 對 整片都看得到 對 然後我後來才發現 這個點是很多攝影師的拍照點 就是他們會拍就是 車子這樣子開過去 然後櫻花 然後還有就是很面無表情 很厭世的日本上班族 就會是這個構圖 然後對 因為那邊其實是澀谷的比較不… 人不多的那邊 叫做倒旋版 然後倒旋版那邊其實是 比較就是那個叫什麼 Office的地方 所以那邊其實是比較上班區 不是大家平常去澀谷會去的遊玩 109那邊 但是我覺得很值得 就是繞一圈過來看 很美 對啊 你講到這個點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是 你給的這幾個景點 是我唯一一個 你不太知道的 真的假的 對 所以這個我有點驚訝 我有打勾耶 那我今天的人生成就 就是要講出一個 我也很不知道的一點 對 然後我要講那個 我去打工 對 不過跟你講 我是在湯咖哩店打工嗎 我現在知道 好 沒關係 在打工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湯咖哩專賣店 大家知道專賣是什麼意思嗎 就是除了這個沒有賣別人 那時候店長就跟我講說 那廚房收一下 就是你把廚房 把廚房收一下的意思 然後我就說 明白了 然後就很開心 就把東西要全部收 然後那鍋就是湯湯水水的東西 我就這樣子 就把它這樣子倒掉 然後因為它鍋子太大 所以它沒有辦法一次傾倒 然後就卡在水槽裡面 然後就看到就是慢慢流出一些濃稠的東西 沒有我想像中那麼異態 然後我就有點驚訝 真的覺得好像不太對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怎麼感覺這麼精緻啊 然後我就跟店長講 店長就驚慌失措 然後我們兩個 就沉默了30分鐘 然後我明天就下班了 因為我們的咖哩就被我倒掉 我們明天就關門 我就 妳那時候是剛去嗎 我那時候其實去一陣子了 但是那時候就是 我覺得有一點 就那時候日文還沒有那麼好 所以就是我對這個意思 沒有那種完全確定的時候 其實我很不太敢去確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就是那你叫我收廚房 那吃哪些藥的時候 哪些不要的時候 我就不敢去確認 對 妳想當一個100分的員工 但沒有想到做太滿 對 效果做太滿 我真的其他東西都洗太快了 我就洗到左邊來了 然後發現左邊不能洗 然後結果後來我們就沉默30分鐘 然後我就覺得好可怕 然後我就很怕 我那天又被fired 然後後來 電腦就跟我說 Mata a shita 你知道我什麼意思嗎 明天再見 對 他跟我講明天見 我就知道我明天還可以再來 我就覺得好開心 他人也算很好欸 真的 遇到一個好老闆 對 然後後來就有努力唸一下日文 對 這件事就告訴我們 語言學習的重要 對 日文要講得好 才能在日本混的話 也不一定 哈哈哈哈 因為我本身就是 但是 但是 等一下我還沒有講嗎 但是 我英文很好 哦 所以語言學習這件事本身 它是很重要 所以語言是不是還是 英文也有很多那種講 商場上的東西 對 好那今天非常謝謝 Tiffany 幫我們介紹幾個 她在留學的時候推薦的私房景點 那想要問一下 Tiffany 最近在忙什麼呢 最近呢 我回來之後就是有教日文嘛 然後再補習班 當日文老師當了一陣子 然後現在在日商的公司裡面做創投的口音 之外呢自己再持續接口音案子 這部分還是有在進行 接下來在八月的時候 會推出一個自己的現場 日文課程 是給初階的想要開始學日文的學習者 那這個現場課程呢它會是用情境去教你一些 日文的單字還有日文的文法 像譬如說旅遊的時候 我們現在就是我要問我朋友說 欸要不要一起去旅遊 或者是我們到了日本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去就比如說跟櫃台的人啊 跟機場的人講話 這種我們本來就知道的情境 那這些中文的句子可能講這樣 那它要如何去把它講成日文的東西 因為用到的文法啊 還有就是道地的說法 所以我自己是蠻推薦的 就是如果你對旅遊有興趣的話 非常客屬 你可以幫你就是之後在旅遊啊 或者是就是想要了解日本 都可以有一些幫助 那我自己的經驗的話 也是因為畢竟我在日本住了兩個 所以還是稍微看得懂一點點 或者是像平常在跟可能店員對話 或是甚至我現在自己看 因為我還是有背一點那個叫什麼 騙假評 對對對 所以我會覺得 能夠理解他們大概在講什麼 或是有一點點 理解他們文化上的東西的時候 確實對你在那邊旅遊 好玩的程度 或是像很多人 他可能是迷了動漫 然後他想要去日本旅遊 那通常那些人的日文 就已經具備很不錯的能力 對 所以我覺得 懂這個語言 然後去那邊玩的話 我覺得你的感受 會跟你完全不懂 其實是很不一樣的 我覺得它蠻多的 會看到蠻多 insight 所以就推薦給就是喜歡旅遊的大家 如果你有想要就是認識這堂課的話 你可以就是使用 偉恩的觀眾的折扣碼 東橋 東橋專用折扣碼在這裡 好那我們就謝謝Tiffany 今天來幫我們介紹的景點 那大家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